小野大 六下段这道菜是个传统的老餐 在家里头要做一道这道菜 那很有排面 有排面 外交理论 别说了爷 我爱你 我先尝尝 这 这 酥脆锅 这酥鱼 开稿 下线给挑出来 一下 拽出来 这个六下段就得选择大一点的虾仁 对 这青虾鱼里边有个名人啊 师爷 林青虾 林青虾 先不花钱 花钱啊 师爷 你知道啥叫挑大粮吗 挑大粮就是责任呗 看看这就是挑大粮 挑出来了 修纸 吸收吸收水分 这个是关键细节啊 这样 加一勺盐 一点点胡椒粉 胡椒粉 再来一个花椒 花椒 抓拌去 入味啊 红绿辣椒切成小菱形 配料吧 这里边 对 就是配配色 咱现在这个碗汁啊 搁一勺盐 这是拌碗水啊 搁点糖 这个糖啊提鲜的 搁一勺糖 一点点味精了 花椒 搁点花椒啊 好 搁一点水淀粉 土豆水淀粉 土豆的 就完成了 完成 土豆淀粉 搁凉水泡了20分钟 我现在给它抓一下 这干净程度就行了 就行了 大辣油 炸出来更酥更脆 起酥再做一个 来多少 够够 再来点 好嘞 这是起酥的一个关键 对 看 来 下腌了15分钟 先呢 跟干淀粉 给它稍微拌一下 差不多就都来着啊 抓一勺 抓均匀 抓到这种程度 我们就可以下油锅炸了啊 哎猫 快速小泡了 好了可以了 一个个下 好 这烧大锅就行啊 大锅 大约炸了两分钟啊 这个一动它 就切开它就分开了 它都飘起了啊 对 飘起了 飘起之后轻轻的一碰 一碰它就开了 一边捞出啊 捞出 哎 筷子搁进去 看见没有 冒小泡非常快 这个就好了 二边油 下进去 这一锅中火炸就行了 中火 大火就上色了啊 这锅要让它酥脆 第二遍 又砸了三分钟啊 砸了三分钟 你看见没有 嘎嘎的了 硬壳了啊 硬壳了 要这种效果啊 就要这下捞出 这颜色好啊 好啊 味儿胖 加点热油 从家里去腔下锅 好嘞 配料给它搁进去 好 搅拌一下啊 对 这会儿趁底了这时候 烧开一下啊 就这样啊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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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哎呀 山西小亮油给它 好嘞 松香啊 好 OK 哎 好 挂均匀啊 出锅 出锅 关注老眼镜 每日烟火器 对 好嘞 好嘞 这一期 好嘞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